无论国产车如何发展 消费者对于国产车的质疑声从未停止过 尽管一些车型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获得了成功 但在不少人看来那就是运气 从不相信国产车会在核心技术上超越核子车 互联网上都是有印记的 从一次次在核心三大件的功课 到如今新能源领域中的弯道超车 中国制造已经成功迈向了更尖端的中国制造 向世界递上了一个更闪亮的名片 而且在海外 理想万 比亚迪汉等高端车型 已经取得了外国人的认可 甚至能与奔驰宝马品骑品座 这就是现在中国制造的实力 当然中国汽车品牌从未放弃过 对高端汽车领域发起冲击 在这段话高科技领域不断创造巅峰 就是最近火爆全网的理想L9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很多车厅人都对这款车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尽管也有不少人会吐槽理想L9的价格 但在大多数人看来 理想L9的出现将会动摇德系BBA的地位 如果这款车能像理想万一样成功的话 那么会在一定程度上 或使德系BBA车型降价 那么这款车到底有没有实力呢 关注度高 那自然有这款车的优势 理想能将这款车定价到45.98万 肯定在这款车身上注入了相当多的精华 首先就是这款车的颜值非常惊艳 前连采用了翻闭式设计 看起来更加简洁大方 表面了其新能源身份 上发无断点式新款LED灯带 非常的壮观 让整个圆人的前列更想细腻分贵 充满了科技能和未来感 据悉这套颜值 还是前保时捷911设计师 本杰米亲手打造而来 仅仅是这条无瑕灯环就烧了一个亿 研发费用多少不重要 但这视觉效果确实好 相比奔驰GLS宝马X7 要显得科幻前卫很多 车身所散发出来的气场确实强大 仅车身长度就要超过了5米2 柔距达到了3米1 看上去足够修长大气 并且线条区域平滑 柔和而干净 换来了优雅豪华的视觉美感 尾部同样采用了贯穿式灯环 点亮后的效果非常华丽 尾箱还是双侧脚踢感应式电动尾门 很有高级感 大气量自然就会有大空间 理想L9采用的是6座布局的形式 那这样布局的好处就是 每个座椅都能形成独立的VIP座椅 5米2的车厂换来了 每排座椅都有宽敞的承受空间 即便是第三排 也能好过大多数7座FV车型 座椅都进行了记忆海绵填充 以及NAPA真皮的包裹 第一排第二排还加入了航空投资 无论是视觉还是乘坐感都非常舒适 第二排作为整辆车最关键的位置 功能性自然不会差 提供了电动腿托 座椅加热 通风按摩等功能 并且还有小桌板 车载冰箱 以及大10寸双天窗 这是豪华MPV才有的待遇 整车的隔音性也是相当了得 全车窗都采用了双层隔音玻璃 并且还有电吸门 智能新风空调系统 相风系统 以及全车多达21颗养生器 足以带来百万级豪车体验 理想L9定位本来就比较高端 它的座舱设计 也与传统SUV车型区别开来 并内饰进行了大胆创新 整体中控台上搭配了HUD抬头显示 中控屏 副驾驶屏 以及方向盘上的小液晶屏 等四块屏幕 同时取消了仪表盘 中控屏内置 高通骁龙8155芯片 操作画面流畅 智能语音控制 反应灵敏 精准 也可实现连续的语音识别 整车还有6颗高粒敏度麦克风 能识别到每个座位的语音指令 同时后排也提供了一个娱乐显示屏 可以进行无线投屏 手势控制 还能配合语音 手势进行相应的操作 科技感很强 现在的新能源车都在讲究智能化 理想L9的智能程度 足以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这款车搭载了理想自研的ADMAX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可通过一颗128线激光雷达 一颗毫米波雷达 12颗超声波雷达 6颗800万像素摄像头 5颗200万像素摄像头 以及两个英伟达处理器 可实现车辆周围 以及更远360度全方位感知 车辆召唤 智能驳车 近距离加载都能实现 而且理想首创的中央域控制系统 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可对增程电动系统 空调系统 笔盘系统 以及座椅控制系统在内的全部系统 实现自研和全掌控 简单来讲 以后车辆在自动驳车 巡航 召唤等操作时 响应更快 没有延迟 从而提升了用车体验 理想L9采用的是 增程式动力系统 由全新的1.5T增程器 和前后电机组成 综合最高功率 可到330千瓦 620牛米 零白加速 急需5.3秒 并实现了电动失去 电样的性能 足以超越了 奔驰GLS 宝马插期 而且理想L9 拥有44.5千瓦式的 三元锂电池 和65升的油箱 WLTC工况续航 1100公里 CLTC工况续航 达到了1315公里 纯电续航可达215公里 亏电状态下 油耗仅为7.8升 非常出色 底盘方面 还是前双叉币 后五连杆式铝合金选架 并配备了 德国V8克空气选架 与劳斯莱斯通关 还要踩FCDC 延续足以可调减减器 以及大量的液压衬套 行驶质感 足以媲美劳斯莱斯库里难 总体来说 理想L9 虽然价格高啊 但所拥有的产品 也确实强悍 一些高科技配置 后代的用料 足以震撼到了我们 丝毫不凶色于 奔驰GLS 宝马XC等实力派特性 虽然理想L9的问世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但理想能够向 更高端领域迈进 实属不易 只有国产品牌汽车强大了 YZ品牌才不会对 进入中国市场的汽车 进行减配 加价 态度才会好转 所以希望大家对 自主品牌多一些支持 少一些吐槽 相信未来的理想汽车 会越来越强大 感谢观看